他们的这件事呢,后果也是相当的严重 11月29号凌晨,在河南许昌市公路局林景超线站附近 10辆超重的大货车为了逃避处罚强行闯关 据工作人员介绍,事发前大约有5个人曾经到超线站引导港询问处罚标准 可是就在双方交涉的过程当中呢,又有10多辆大货车突然向港杆方向冲去 工作人员出面阻止,却遭到了对方的殴打 据抓拍的信息显示,这些强行闯港车辆车货总重均在140吨以上 超线率达到了100%以上,那对公路桥梁这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昨天这起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十余辆超线货车集中闯港事件 被当地警方正式立案侦查 事件中受伤的两名工作人员目前已经没有大碍